然后呢大概十四十五岁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其实对我的伤害特别大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那个老师说特别过分 我急了 然后呢我给你打电话 说我要不练了 然后我就把你一顿说 我没问为什么 对 你那个事 姑娘你说那个事妈知道 因为那个事当时你非常气愤 而且你当时就是 很少发那么大脾气 那回你发脾气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最难过的是 我没有理解你 你没有坚定地站在我身边 反而你一遍一遍地践踏我的自尊心 教堂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吧 你觉得妈妈爸爸没有保护你是吗 我觉得当时你没有站在我这一边 你当时是那么想的 你现在还在还是那么想吗 你还是想当时妈爸爸 要你不去跟老师对着干 你还觉得妈妈是错的吗 妈咪我觉得你的理解点是不对的 是你没有去来问老师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你怎么知道我 他是不是受了委屈 你为什么知道我没问吗 你问了吗 你为什么知道我没跟他沟通呢 你沟通了吗 我当然沟通了 你有没有发现从那次以后我 我几乎是不太向你求助了 我这近两年好像缓过来一点了 我会有些事情我解决不了 我会来问我会来说 但其实那两年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你不会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 就是对我的人生观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扭转逆转 而且也是对于我 我觉得对于我的叛逆吧 我觉得也有一定程度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 我才能保护我自己 那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唐我对不起你 妈妈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不是你跟我道歉 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如果真的再回到那个时候 你还会这样做吗 再回到那个时候 你要是会跟我说 正常地来讲我会跟 我当时跟你们老师沟通了的 妈妈 你只跟他沟通 你没有跟我沟通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他说的都是对他好 你能明白这一点吗 就比如说 两个人跟你说同一件事 这个人一定说对他有利的 那个人一定说对他有利的 你没有问我 你从来都不来问我